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一位被法庭判了死刑的女首妇 居然放出话来说 她埋藏了价值万亿的黄金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024年4月11日 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个法院里 一名女犯正在审判席上 听候法官的裁决 她看起来虽然有些憔悴 但是神色镇定 还不时和身边的女警说笑两句 她叫张美兰 是越南近人皆知的女首妇 法官在听取陪审团的意见之后 做出了判决 张美兰因为贪污行贿欺诈等几项罪名 被判处死刑 同时因为张美兰涉案金额高达440亿美元 法庭还要她归还其中的270亿美金 听到这个判决之后 张美兰平静的脸上 没有显示出任何慌张 而是吐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她已经把价值600万亿越南盾的黄金 藏在了海里 600万亿越南盾 约合235亿美金 那张美兰到底是怎么称为越南女首妇的 她到底有没有把价值235亿美元的黄金深埋海底 以及她为什么面对死刑居然毫无惧色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她的故事 张美兰今年68岁 祖籍是中国广东省汕头市 祖上迁居到越南 到她这儿已经是第四代了 虽然也说得上是越南华侨 但是已经过去了一百来年 到她这一代和越南本地人已经没有两样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越南的现代史 因为张美兰的发家史和她被判刑的理由 都是和越南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的 越南在19世纪末软潮时代成为了法国殖民地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 越南摆脱了殖民地地位 分为南北两个独立国家 北越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执政 政局稳定 南越最初是由软潮的末代皇帝宝大帝执政 但是不久发生了政变 宝大帝退位 之后的南越就一直局势动荡不安 1955年11月 南北越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在1961年以特种战争的名义 直接出兵南越 帮助南越青角渗透到它丛林地带的越共游击队 美越战争从此爆发 这是冷战时期最主要的军事冲突之一 越南这片土地上的战争 从1955年起整整持续了20年 到1975年 北越军公路西贡战争结束 越南在1976年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西贡也改名为胡志明市 为了纪念北越政权的创始人胡志明 所以越南和中国一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1986年继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后 越南也走上了革新开放之路 越南的经济一直稳定成长 COVID横扫全球之后 它更是成为了国际投资的新宠 张美兰就是1956年出生于胡志明市 她年轻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摆摊卖化妆品 当越南革新开放开始的时候 张美兰已经结婚 丈夫叫朱立基 是一位香港的地产商 夫妻俩抓住革新开放的机会 开始做房地产的生意 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力断金 两人携手创业 在1990年代 夫妻两个人已经成为了多家酒店和餐馆的业主 1991年 张美兰创立了万胜发集团 经过20余年的经营打拼 万胜发旗下的生意品类繁多 除了主业房地产之外 还有基建 通讯 旅游 医疗教育等等领域 可以说啥赚钱就搞啥 啥流行就搞啥 同时张美兰也把眼光投向了金融业 因为搞房地产需要大量的贷款 如果能够控制一家银行 自家的银行 给自家的房地产项目发贷款 那多方便啊 那贷款这个事就不用求人了 2011年的张美兰 已经是胡志明市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他在政商界人脉广泛 这个时候 他等待的进入银行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越南央行委托他 把三家规模较小 又现金短缺的银行合并起来 张美兰一看乐开了花 等待已久的机会出现了 那当然得抓住 不能错过呀 于是一家新的银行诞生了 叫西贡商业银行 张美兰理所当然的成了银行的大股东 但是直接在他这个大股东名下的股份是很少的 因为按照越南的政策 银行股东最多不能持股比超过5% 有这个政策的限制 让大股东们就没有办法把银行当做自己的私人提款机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后面会聊到 这也是张美兰案的关键点之一 西贡商业银行的业务 欣欣向荣 张美兰的万胜发集团也是越做越发达 旗下的安东商业酒店是越南首家五星级私人酒店 200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夫妻俩不仅在越南发展房地产 还常常在香港出手买豪宅 那就和香港的地产界大亨自然有了联系 其中就包括了人称李超人的投资界大佬李嘉诚 张美兰和李嘉诚祖上都是朝战人 所以攀上了同乡这层情谊 关系也就更近了一层 2020年COVID的疫情横扫全球 它不仅是一场世界性的健康危机 还带来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 疫情前期因为经济大国们纷纷走路风控 全球供应链紧张 欧美国家超市的货架顿时吃紧 越南作为生活消费品生产和出口的大国 从2020年开始经济加速成长 大量的热钱也涌进越南房地产业火爆 2020年至2021年 胡志明市的房价连续两年均价上涨超过15% 高档公寓楼价位上升到6000美元一平米 普通公寓楼平均价位也接近3000美元一平米 胡志明市房市火爆 当然逃不过李超人的眼睛 他立刻从英国撤出了一部分资金 然后通过张美兰联系上了胡志明市的市长潘文脉 商讨投资事宜 能够迎来李嘉诚这么一位财神 潘市长当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2022年4月 由张美兰牵线 胡志明市政府批准张的万胜集团 和李超人的常识集团 外加日本欧力士集团纷纷入局 大家一起合作开发 一幅美好的投资蓝图已经缓缓展开了 请注意 因为越南和中国一样 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房地产开发商要先拿地 就一定要先仰仗政府官员的支持 大家是不是立刻想到了一个问题 腐败 没错 越南革新之后 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一样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 张美兰案就和腐败息息相关 以至于有中国网友把张美兰称之为 越南版的恒大爆雷事件 李嘉诚的愿景是 把高端房地产项目带入胡志明市 包括建高层公寓住宅 办公楼 商业中心 娱乐中心等等 他承诺将和张美兰的万胜发集团一起 以最快的速度注入资金 同时李嘉诚还明确表示 会在越南发展道路通讯等等基建项目 帮助胡志明市打造现代都市各方面的完备条件 让胡志明市升级为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国际新星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那么完美 张美兰夫妇拿到了越南三等劳动勋章 女首富的头衔也落在了张美兰头上 他旗下的万胜发集团正在一步步迅猛地奔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可是仅仅在半年之后 2022年10月份张美兰就锒铛入狱 检察官提出的指控有几项 包括贪污、贿赂和违规操作 把他所持股的西贡商业银行 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检察官说 调查收集到的证据资料重达6吨 你看都得用仓库来装了 检察机关调查了2700人 结果显示 张美兰掌控着西贡商业银行 实际91.5%的股份 What? 不是说按政策 他不能持股超过5%的吗? 没错 张美兰 他自己公司名下的股份 很可能并没有超过这个数 但是中国的观众都非常熟悉 如何绕开这类规定的套路 对吧 就是通过空壳公司来分散股权 这些空壳公司层层嵌套 他们的最后实际拥有者 都是张美兰自己 所以通过这些空壳公司编制起的复杂股权网络 张美兰实际控股 西贡商业银行的比例达到了91.5% 银行于是就成了他私人的钱贯 他自己公司的楼盘项目 向自己控制的银行申请贷款 那当然是一路绿灯 银行本来应该是广大储户们的账房 但现在却变成了张美兰的私人提款机 调查结果显示 西贡商业银行在张美兰实际控制的10年时间里 发放了2500笔贷款给万胜发集团 到张美兰被捕的时候 还有1300多笔贷款没有偿还 给银行造成了近240亿美元的呆账和坏账空洞 张美兰被捕的消息传出后 造成了西贡商业银行储户们的集体恐慌 纷纷前往几题 企业客户们纷纷转账 西贡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立刻告庆 眼看着就要倒闭 在金融危机的一般经验里 大型银行一定要保 大银行不能够让它倒闭 因为大银行倒闭 它有让危机放大的那种倍增气效果 因为大型的商业银行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 而且连大型银行都倒闭了 这会严重打击储户的信心 所以张美兰的被捕 几乎是制造了一场越南的金融危机 越南央行立即行动 设法注入了237亿美元的资金 才勉强稳定住了局势 这笔钱相当于 越南当年GDP总量的5.6% 真是代价不菲啊 同时 西贡商业银行中 有85名工作人员帮助张美兰 完成了上面所说的这些违规操作 他们也都在被告之列 也会被量刑 张的丈夫和侄女 作为共犯也都被判刑 再说开头提到的 张美兰声称 自己在海里藏了价值 235亿美金的黄金 那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夸张 请问他可信吗 检察官发现 从2019年2月起 在三年时间里 张美兰让自己的助手 从西贡商业银行当中 提出了价值40亿美金的现金 放到了自家地下室 这么多现金 如果都是最大面额的纸币 差不多也有两吨重 他们家的地下室 也得是仓库规模的 不过检察官并没有找到 张美兰搬运黄金的记录 所以张美兰在法庭上的说法 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还是仅仅为了保命 编得瞎话呢 现实的情况是 的确有240亿美元 查不到去向 法庭虽然判决张美兰要归还 但是实际并不报太大希望 难道说这找不到下落的240亿 就真的都变成了黄金 被未卜先知的女首富 藏在了海底某个隐秘的角落吗 社交媒体X账号 亚洲金融网友分析说 越南货币贬值厉害 暂时买成黄金保值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黄金藏宝这一说 还要等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才能够水落石出 目前越南官方的宣传是 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人民 张美兰的这种操作 是危害了人民大众 那当然人民群众就对张美兰充满了愤怒 但很快有人 对这场审判背后的那些戏码 提出了质疑 BBC在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 说它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审判 案件本身也的确是世界上 最严重的银行欺诈案之一 但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布朗却说 这个审判却更像是一场表演 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一场反腐表演 2016年越共党内选举 一号人物阮富仲受到了 二号人物阮春福的挑战 阮富仲代表河内保守派 因为河内是越南的首都 从这里发迹的官员 都是从党务系统出身的 而阮春福是改革派 也被称为南方派 这个体系的官员 都是从胡志明市等等这些率先开放的大城市 搞经济工作出身的 他们更加奉行重商主义 也比较有国际视野 2016年前后 越南的经济势头发展很迅猛 所以外界认为 代表改革派的阮春福 有望挑战成功 当上越共总书记这一角 但结果是阮富仲摘得了桂冠 因为越共和所有共产党国家一样 消息极不透明 所以没人知道阮春福失败的确切原因 到底是什么 越南和所有共产党国家一样 总书记才是当仁不让的一哥 国家主席虽然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却只能够排老二 依次下去是总理和议长 话说阮春福在做了几年总理之后 2021年当上了国家主席 成了二哥 也是在2021年 越南正式实施官员财产公开法案 成为全球第138个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国家 这项法律要求越南官员 不只要上报个人资产 还要上报父母妻儿的资产 即使子女已经移民也得上报 如果官员退休也不享有豁免权 一旦被查处有腐败行为 退了休也得坐牢 这个法律的实施 当然是政治透明化的举措 有积极意义 但是实施的效果却是有针对性的 因为越南的南方派官员 也就是改革派官员 率先在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 那他们当中的经济问题就比较严重 普遍是经不起查的 一旦隐瞒了财产 又违反了官员财产公开法案 那在保守派控制了司法体系的情况下 这不法律就成了为改革派官员 量身定制的打击工具了 阮副仲可谓下了一步好奇 推出官员财产公开法案 既迎合了国际潮流 能够获得国际夸赞百姓拥护 同时还捏住了政敌的软肋 发起反腐运动可谓是顺天应人 还符合了法治精神 南方派的政敌是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 南方派官员虽然更加腐败 但是也更加有改革热情 更加拥抱西方 他们受到官员财产公开法的打击 又会让越南的改革开放前景蒙上阴影 它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拧巴的效果 2023年的越共还设立了高额奖金鼓励举报 一时间搞得党内人心惶惶 上万公务员因为害怕被调查牵连 只好辞职 房地产行业是腐败的重灾区 所以2023年初 有上千家房地产公司退出市场交易 结果开发商卖不出去房子 只好大幅度打折 甚至用贵重礼品来吸引客户 在这个大力打击贪腐的背景下 2023年初又开始了 大力调查防疫期间的贪腐问题 好几百名越共党内官员接受调查 两位副总理辞职 有这么多贪腐内幕被揭露出来 那么国家主席二哥阮春福 他还是前总理 很多大案是发生在他总理任上的 他把国家领导成这样 当然是有责任了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倒台的腐败官员 牵连到了他 他有黑材料被大哥握在了手上 于是阮春福只好在2023年1月份 引咎辞职 此举党内外一切职务裸退了 给人民一个交代 与此同时 二哥派系的上层人马 也被一个个踢出了领导层 阮富仲总书记所代表的河内保守派 成功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女首富在这个大背景下被判死刑 时机就很值得玩味了 张美兰几十年来 一直受到胡志明市政商界大佬们的呵护 那他的贪腐问题 从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 既然都已经积累了六吨重的材料这么多了 那这六吨材料当中 请问牵扯了多少在任和退休的高官呢 而且把银行当成了房地产投资的提款机 这并不是张美兰的独创 很多越南银行都和房地产商合作都这么干 越南政府自己也很清楚 新加坡游素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 负责越南研究项目的专家黎洪协 意味深长地说 女首富案并非经济犯罪这么简单 它有更加深层的政治动机 而且和中国大陆的很多经济案件很相似 比如恒大 他言外之意就是说 越南的女首富和恒大的许家印 背后都隐藏着众多的高官 首富本质上其实也是白手套 他们的被抓都有高层权力斗争的背景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布朗也点头说 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那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共产党的决定不透明 谁也猜不透各种意味 阮总书记虽然暂时把权力又集中了起来 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 但他手上也不尽然都是好牌 他已经79岁了 已经做了三个任期 很快就要退休了 那他发起的这场反腐运动 能够持续多久 这本身就是个问号 还有他这个体系的官员 会不会追随他的路线一路到黑 这本身也是一个问号 而且如果万胜发集团 不能够继续运作就此关张 那和他合作的 李嘉诚常识集团 日本欧力士集团所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也可能泡汤 那这些国际财神的退场 会严重影响到其他投资者对越南的信心 不利于越南的经济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张美兰这个首富本人 也不是随便怎么捏都可以的面瓜 他和许家印一样 他们的案子查到哪一层 查到谁 以及他们本人怎么处置 背后都牵扯非常复杂的地义博弈关系 外界猜测 在河内的阮总书记达成目的之后 也可能会允许张美兰拿钱来买命 交出价值235亿美元的黄金 这样死刑就变死缓 再变成无期 再变成有期 最后保释出狱 张美兰也不会傻傻的 一次交出所有的钱 而是会一次吐出一部分钱 直到他的刑期被一步步改判 大概也是因为此 他才会有恃无恐地在法庭上谈笑风声吧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明白了 共产党国家反腐的重点不是腐 而是反这个动作 用反拿到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